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玩了一把克隆模式 克隆模式 居然会变成十个这个名士影大战 这好像还是第一次遇到十个名士影这一打吧 然后我们刚好都有那个六元的皮肤还是比较拥有的 然后稍微多一点啊 一开局的话 走中路对面有两个那个名士影 而且有一个是那个他们都打了三级以后 血量稍微都是比较一半的情况下 然后他们带着一个应该是补血的医疗 然后先把一个解决掉 解决掉之后 然后还剩一个一个残血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那个一技能没有打到我 刚好升到四级四级之后一个大招过去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突然就挂掉了啊 明明是对方先挂了 为什么我也挂了 开了大招 可能是他练住我之后 然后我刚好开完大招血比较少 然后一下一瞬间就被他秒掉 然后这边本来是互活之后 然后对方说一起去那里拍一个视频嘛 就大家应该有看过一些短视频 就是十几个五个名字银链子 牵来牵去 然后就练出一些好看的图案 但是对方的散落也就是我方下路 他们有两个名字银不过来 他们下路有两个名字银就是 就是在拆我们家塔 然后没办法这一局就 想来你想拍一段那种是短视频嘛 但是在没有拍成功 最后我们就双弯就开始开打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起来打着打着打着 感觉我方还是比较溜一点 最后他不打了二十分钟吧 这边其中我们在我的另外一次双杀也是双杀的听上一个大刀秒掉之后 然后我加了一个那个冰霜法杖嘛 减速对方 最后就是我们最后一波 最后一波 然后我打了个九八七 还是不错的一个战区 我们双方呢 打到后期的话 名字银一个都是一个大刀一个秒一个 这上下也好吧 本期就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用过十个名字银对打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这种对局啊 感觉还是挺好玩的 双方线能来扔去能来扔去的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感觉这个还挺爽的